腹腔镜下做输卵管等核数有什么优势 善利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妇科主任医师 腹腔镜大家通常都把它叫一个微创的手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别于传统的我们经腹部的开口 那么我们传统的在腹部开一个口子 这个口子可能刀口会比较长 可能对病人疼痛的影响会比较明显 病人的活动可能会受一些限制 那么我们腹腔镜就是在我们腹部 先在我们的旗部打一个戳卡 旗轮的上缘打一个戳卡 那么在我们的下腹部的左侧和右侧 可能会再打两到三个戳卡 那么每一个戳卡大小 直径大概是在0.5到1公分左右 所以病人对疼痛的影响会比较小 就认为腹腔镜是一种微创手术 那么腹腔镜除了切口小之外 它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在我们的腹腔里 它是对我们的树野是放大的 因此在做树轮管吻合的时候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好处 因为我们的树轮管 其实我们的内径 应该通常不超过一毫米 那有些细的地方 甚至只有0.2、0.3毫米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管腔 端端吻合 非常精密地把它对准以后去吻合 那放大呢无疑呢 是它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 那么其他的做法呢 就是像缝合 如何去缝合 如何去进行这样一个手术呢 跟我们的开腹是一样的 专家提示 一、腹腔镜是微创手术 对病人的疼痛的影响会小 活动受限制小 二、腹腔镜歇口小 三、腹腔镜在腹腔里 对树野进行放大 对树轮管吻合有较大好处 对树模有较 spaces 感谢观看